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福克斯要便宜 并且他们身形也不一样 福瑞斯比福克斯也要小 当时这车一出来 车主就立马购买了这辆车 所以说这车没有优惠多少 并且15年的时候 它新车定价也贵10万多 现在它的新车同价位的才9万来块钱 并且还有优惠 优惠还能优惠接近2万块钱左右这么一个价格 所以说这就是福特 为什么它二手车那么的不保值 因为它新车 它降价降了实在是太多了 它二手车肯定价格也不可能上得去 大家说是不是 那这辆五年车领的福特福瑞斯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刚才我也问了位老板 现在报价是5万多 价钱还可以再谈 内饰也比较的凌乱 因为这车我估计是老板刚收进来 后排也比较的小 坐进去可能会有点击腿 发动机是1.5的排量 搭配了6AT的变速箱 其实这个动力大家看排量挺小 其实跑起来还算可以 动力真的是不算慢这车 但是就是这车它的保值率确实是不高 尤其是新款刚出来的时候 车主也可能是买极了 买的时候也比较的贵 卖确实也赔了挺多的钱 质量这车福瑞斯还算可以 并没有网上所说的那么差 它的保值率差就是因为它质量差 而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其实我个人感觉像这种比较不保值的品牌 买个二手车还算是比较的值的 那大家感觉这辆福特福瑞斯怎么样呢 又或者说大家还想看什么车 只要是大家想看的车 我小羊一定是帮大家满世界的去找 好不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